南投市信一街由于进南投交流道 目前已成为主要的联络要道 交通流量相当大 而由中心路口到主池路口 长约1.7公里 路面因年久失修 初出可见破损军裂 挖补坑洞和管线施工回田 而产生的高低落差等问题 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生活及安全 多位议员相当重视 并与县长前往会刊 因为最近下水道处理关系 所以就够严 那现在下水道这部分 已经到一段落了 那我们希望说 在信一街这条路 因为20多年 没有一个议员在这里 那我们关心我们平和理 希望能够在信一街这个地方 能够把这个地方先优先 先把它控起来 这个主干道路早上下午 车辆特别多 上下班的人也特别多 那比民族路的现在的车辆还要多了 那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先 优先把信一街这条路把它这个封起来 信一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交通要道 那尤其是从这个也是交流道下来一个必经之道 那因为车辆多 那长期这样子 所以造成说这个路面呢 可能不堪这个负荷 所以造成就是说坑坑洞洞的发生 那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车祸 尤其是这个骑机车的民众 常常因为坑洞的关系 所以有这个摔倒的这个现象 现场这边也承诺说 也就是有跟这个营造署这边争取了这个经费 要来铺设这个道路 信一街的污水下水道工程 已于近期完成 原计划等三年后水资源回收中心完工 才会进行路面刨除及重新封城的作业 但因空窗时间太久 对民众生活影响很大 县府给予营间署协商并先行改善 这个工程本来是要等到三年后 接管线之后才要来重新铺路面 但这个时间太久了三年 所以我们就协调营建署 由营建署来协助79万 我们县政府在筹筹240万 那么这条路重新抛除 这个铺新的AC路面 这个警卫已经筹到了 我们马上要来进行来抛除 赶快来施工 让我们新一阶 所有的住户 在晚上睡觉有一个安宁 此路段将于月底之前 将就有AC路面跑出重新封城 总经费约需320万元 有限辅助240万余元 营建署补助79万元 期盼能早日完工 确保民众居家安宁 生活更安全便利 也提升南投市的生活品质 民营新闻林家会 南投采访报导